孫小雅到这个台湾来之后啊 因为她采取比较open的态度 不管是对外或者是对媒体 不过我刚才还在问那个江主席 我说过去在我们大选期间 然后AIT公开的开记者会去谈论 有关于台湾大选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状况 我不晓得是不是相容啊 可以来指教一下 那当然我觉得她昨天的记者会是 主要我认为是针对 第一个就AIT扩建的问题 那因为引起这个外界 还有整个台湾社会很多的疑虑 那我觉得她选择了一个 跟媒体对话是蛮好的 另外一个她当然不需要去帮川普的 这个半导体说这个台湾抢工作来背书 但是这个部分呢 她当然也要有一些说法 那特别在比较这个敏感的部分 就是在总统这个候选人的支持 那她又再次的重申 就是是等据的 她没有特别要去选择哪一个候选人 那我觉得当然很多事情要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 可是我觉得今年非常特殊的事情是 不只是昨天这场记者会 因为事实上在之前 罗森伯格就是AIT的理事主席 来台湾那时候大家也有做了一些解读 就是说她好像看起来是特别 来释放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也是说 美国在这场选举里面并没有去倾向任何一个特定的候选人 那这可能是要化解在台湾的政坛一直大家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次每个月觉得美国觉得民进党是比较听话的 所以她可能她选择的候选人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可是就如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刚才向隆讲了就说 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记者 她叫做习嘉玲 她在2011年也就是当时 蔡英文要2012年要挑战马199的时候 当时透过这个英国金融时报 事实上是让外界认为美国没有信任蔡英文非常主要的一篇报道 那没想到时隔将近八年 同样的记者又写了一篇等于说依赖论 事实上习嘉玲在今年的应该是年初 就是整个九合一大选刚刚结束 然后也是赖清德准备就是她成为候选人 当时她也特别提到就是 因为赖清德她的一个台独的言论 或者她一个台独的信仰让美国不是很信任 所以好短短的半年之间 同样的一个记者同样的一个媒体 有两篇对于美国对于赖清德不是那么信任或有疑虑 那这个当然是对赖清德来说 是有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负面冲击 大家可能开始真正的认真的在想 在现在美中对抗之下 而且美国希望管控美中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 或者是插枪走火 这也会不会牵动今年下半年 我们整个的这个选举的一个动向 那另外就是赖清德到美国访问 照理说那对中共来讲 他们一定会反应 一定会反对等等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反而比蔡英文的规格 然后大家觉得更敏感呢 蔡英文之前去访问美国 很早就宣布东部进西部出 然后会见很多的一些人 虽然最后没有如期见到这么多人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赖清德反而显得更加的低调 这是不是显示出 美国对于赖清德的过境美国 他们更为谨慎 所以我想恐怕赖清德也已经感觉到 有些事情的作用 或许大家在美国来讲 赖清德会更为的几年盛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